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你好,大家好 袁醫生,最近我們都在報紙、雜誌、電視傳媒上 聽到有一種產品叫做馬卡馬卡 現在很多時候都看到它的功效 這個也有南美洲人心的另一種說法 你不如今天和我們介紹一下這隻的植物,好嗎? 我相信大家對馬卡的認識 如果看一般的報紙、雜誌廣告 都很強調馬卡是幫助男女也好 在性方面會加強她的性慾或者性能力 但其實馬卡的功效不是單單在這方面 有很多很多的 對,起碼我知道馬卡的原產地 在秘魯的中部高原地帶 應該追溯到,利用馬卡 在當時秘魯的土人 在因爲之前的時代 因爲已經是古老的文化 之前已經有應用在營養和醫療方面 馬卡是當地這些人的主要食糧 因為它的營養價值 是高於當地所有其他谷類的植物 但是現在秘魯在草本藥物的今時今日 原來我們可以知道馬卡是用什麼呢? 是會增強我們的免疫能力 對付貧血、肺爐、驚奇的毛病 痠經的症狀、胃癌、不孕 即是男女也好 還有增強我們的記憶 當時的印度人和肚主 是一個很重要的貨物 因為這些在秘魯高原 其實不是很多東西生長 所以在這裡可以說 這是一個經常是一個貨品 是跟別人交換 譬如米、菊、蔬菜類和豆類的東西 通常在秘魯馬卡 經過不同的方法製造 當然在傳統方面通常要煮的 新鮮拿回來的馬卡的食物 通常會放在一個窯裡面 來煮食 來烤焗 這是當時一種美食品 當然新鮮吃的都可以食用 但很多時候我們就煮 就像我們烏番薯一樣 是 即是一些火炭來烏 當然乾的馬卡筋可以儲藏 然後在水裡煮了之後 就加到一些奶 就成為粥類 或者蜜片類 那樣用的 當然也將它發酵 成為一個比較 一個飲品 叫做麥卡奇奇 這個我們香港也沒有機會看到 好了 除了之外 我們也有馬蝦製造的果醬 布甸 還有梳打也有 因為它的味道有一點甘甘的 甜 還有很香 很芳香的 就是好像我們有一種 好像那些 Butterscotch 那種糖果 那種奶香味 它也有很多 烤素很豐富 也有些好像那些 蜜奶的味感 那馬卡有多的 有糖分 蛋白質 澱粉質 還有很多的 基本的營養素 很多氨基酸之類 包括是癫質和鐵的 那所以呢 在馬卡 一般我們所知道 就是用在那個 對男性女性荷爾蒙的 條理 譬如那個男性的 那個高丸 高丸素 那個黃體酮素 以及癡激素 那這些 也都很多時候 就會令到我們那個 荷爾蒙 就是 就是 家長的荷爾蒙 就是讓人 不會那麼老化 有些是經期收得很早的 那這個呢 這也幫助 是拖長 我們身體荷爾蒙的 變化 那當然 它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它是 在內分泌那方面 是很大很大幫助的 那這個其實都可以 作為一種 調理身體的一種 草本來的 也都可以防衰老的作用 那我先看看 它的營養價值 我們知道 它那個 那個 馬加根的營養價值 就好像一般那些五谷類 那些蜜 那些蜜 那些這樣 那它原來呢 它在碳水化含有60-75% 蛋白渣有10-14% 纖維是8.5% 還有脂肪 那個有成差不多2.2% 那 除了之外呢 它含有的氨基酸 是差不多可以 全部主要的氨基酸都有的了 那我知道主要的那些氨基酸呢 就有 Arginine Serine Histadine Aspartic Acid Glutamic Acid Glycine Viline Tyrosine 其實呢 主要的氨基酸 就是我們蛋白質的氨基酸呢 它都有這方面的成分 那除了之外呢 它維他命那方面 也都很豐富的 那有很多其他的營養方面 譬如丹寧 Sepolene 這些造素 這方面的東西 那所以呢 你也看到呢 它的營養是非常非常之高 一般的抗米營 譬如鱗 鴨 維他命B1 B2 B12 C E 和星 都很充分 是一個好營養價值非常之高 在當地的秘魯那些土著呢 就當作是一種主要的食糧 那好了 那它那個有什麼作用呢 那基本上呢 馬家可以調理我們的身神代者 調理我們的精力方面 調理我們的身成長 那最重要呢 就是一般人經常都看到 就是性方面的成長過程 那所以這個是馬家的營養 還有那個作用那方面的 那在臨床上面呢 在臨床上面又可以有什麼功效呢 那好了 那在臨床方面呢 它有幾多的 第一是那個腎上腺 OK 那腎上腺呢 我們知道呢 就是我們的身體 那個打鬥 那個內分泌來的 那我們有足夠的荷爾蒙呢 腎上腺素 足夠產生的荷爾蒙呢 是控制我們的心跳 我們的血壓 我們的身體 如何去應用那些食物呢 或者其他那些主要的功能 那我們有一種荷爾蒙呢 就是刺激我們的腎上腺 那就是說呢 它是支持腎上腺素的功能 好了 骨方面呢 它會幫助我們的骨 就是防止骨質鬆疏 軟骨症這方面的問題 那在腦袋那方面呢 它會減輕我們那個腦袋的那些 那個腦袋的能力 那所以 那所以 還有呢 抑鬱那方面呢 原來呢 馬家呢可以減輕 我們的那個 情緒低落 還有那些疲倦的 那會令我們有一種 一種很愉快的那種 那種清新愉快的那種感覺 嗯 消化方面呢 馬家呢可以 刺激我們的那個 胃口 幫助我們消化 尤其是對鈣 維他命B1 B2 B12 還有脂肪酸的 那它還有一個 那些成分呢 是幫助我們呢 是吸收這些這樣的營養的 那 疲勞了 那很多人的馬家呢 就用來呢 就是消除疲勞了 因為它的鱗那方面呢 鱗是我們身體的 細胞里的主要的 主要的那個物料 那鱗呢 也都幫助我們身體的 那個ATP呢 Adenosine Trifosphate 和Glucosate Phosphate 就是這兩種呢 都是我們身體 製造能量的單位來的 都需要鱗在這裏 那所以解釋呢 為什麼呢 馬家呢 對我們身體的 就是推動我們的精神 是很有幫助的 荷爾蒙那方面 對啦 那原來馬家呢 可以減低荷爾蒙的毛病 尤其是那些筋炎期 或者是男性的筋炎期 那馬家呢 可以調理我們 我們 荷爾蒙的不平衡 通常因為 我們那個筋炎期間 或者因為老化 甚至慢慢老化的 就可以 就是有些人呢 就因為 因為筋炎期之後呢 未吃很多這些 所謂那些 荷爾蒙的 嗯 那這些其實有很多 有很多副作用的 那馬家呢 可以幫他們減低這些副作用的 那些痛 有些驚奇那時候呢 瑪卡呢 可以減低我們驚奇那些 那些痛 那些秋筋那些痛 那些痛 也都會 改善我們那些 驚奇的不規則 就是有些驚奇 可能不准時 這些問題 而且呢 有一些經前症候群的症狀 那就是看著 女性荷爾蒙也是非常之好的 当然,在短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有潮义的问题 性欲减低,在马加义这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 在男性方面,我外面经常看到性方面 男性方面是改善性的健康、性的功能 可以加强性欲,增强能力和持久力 加强高软素,高软素是男性的主要行业 但这方面,大部分人都在外面市面看到 有些男性不举的问题,或者精虫的数量不足 现在有很多,现在已经发现了 现在大学生的男性,大学生的精子的数字 比上一代,是差不多减了一半的 所以现在可以解释到,为什么今时今日 很多夫妇生不了十分钟 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夫妇 想生是自己生不了的 所以要看到,马加可以令到精虫的活力更加好 以及增加我们的精虫 所以要看到,为什么今时市面上 很多时候都很强调,马加在性的健康方面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好了,预状线,预状方面 当然马加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血糖 因为血糖是预状来到调理的 预状线是产生制造一些消化酵素 可以帮我们消化脂肪,化解脂肪,碳水化合物 淀粉质和不同酸 好了,马加原来就是在我们脑下垂体 也可以帮助在这方面 令到我们对脑下垂体 亦有些荷尔蒙是控制我们的高丸素的功能 好了,皮肤方面,很多人都靓靓很重要 马加可以令到我们的皮肤更加轻化 帮助我们和我们皮肤毛病的荷尔蒙 例如青春痘,因为是荷尔蒙的冲击问题 好了,减压减压 香港人始终都很大压力 所以原来这个可以减低我们的焦虑和压力 好了,在运动员方面 原来马加可以增强我们的运动能力 增强我们的精力、持久力这方面 马加里面有些荷尔蒙 维他命C 帮助我们的肌肉 可以生长成长肌肉 而且它的淀粉质是帮助我们身体 运动的持久力 另一方面 马加是帮助我们的胸腺 FIMUS 马加本身含有维他命C 以及有些新的元素 是帮助我们的胸腺免疫能力 还用胯脏腺免疫能力 还有就是蝎肮脏腺 尤其是调阻腺哪些 是孔脏腺免疫能力 我们也都知道 这支莱昊有些成分可以 CAN 可以帮我们推动另外一个荷尔蒙 叫做像 gearsitonin 並且可老是咬胯腫腺 通常是帮我们 是调理我们丐的丐和链 血里面的丐链的生臣代謝 这种荷尔蒙是我们的甲状腺和呼甲状腺制造出来的 最后马哈可以帮助我们在运动方面的伤口 可以帮助我们康复的伤口 令到我们的血液营结的能力加强很多 所以你看到马哈基本上 不单在我们一般人形式下 在性的健康方面是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 其实在很多方面 比如对付压力 对付令到我们一般人生活的疲劳问题 我们脑袋的不清醒的问题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刮不得现在这个马哈在市面上是非常流行的 在临床上面 真的很多方面都注意到 都可以支持到 通常来说 我们是怎样去用那个食法 我们那个五马卡 现在大部分我们市面上 看到 卖到 或者在我们健康店 都是用一个粉状的形式 是否可以用来混合一些特别的饮品 一般来说都是冲水喝 一般来说都是冲水喝 好像是茶 用茶粉来冲水喝 加些滚水来冲茶 当然你可以加些奶 或者加些蜜糖 让它好喝一点 通常用茶匙 马加粉 再加一杯滚水 也可以加一些 或者杏仁奶 或者椰奶 再加一些蜜糖 这个最简单最简单 就是用椰奶 或者蜜糖来用 当然最重要是用滚水 才烤一烤 这个可以最方便的饮法 但是有时候早上我们都喝那些想饱肚一点的时候 可以制造一杯奶色的smoothies 那个方法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将一几片的香蕉 一杯椰奶 也可以加一些肉桂粉 再加1-2茶匙的马卡粉 然后用搅拌机搅拌 搅拌后 就像奶色的smoothies 用来做一个早餐 也可以足够营养成分 也可以是刚才说的 马卡去里面有这么多的功效 作为早上一杯早餐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饮品 好 今天的时间我们都差不多了 很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想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上天 拜拜